底下在雲端白板下面 其實我們的需求是希望 做一個統計表 做一個統計圖 統計什麼呢? 會員裡面 五年級升 到七年級升 佔比的 這個 這個長條圖 簡單的長條圖 或者是你可以畫成 圓形圖都可以 佔比是多少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要怎麼樣快速的把這個 圖表給匯製出來 這是你 其實可以寫成VBA的 一鍵就可以完成 只是我們先不要 講那麼 這個複雜的 我們先假設我是用 樞紐分析表來完成的話 該怎麼做 那你第一件事情 特別說樞紐分析表不是你亂丟東西 亂丟資料給他他就會吃喔 你一定要 給他的資料 是一個正規化過的資料 那所謂的正規化資料 就是你必須要長得很像資料 資料庫裡面那個形態的資料 那有哪一些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喔 比如說我要統計幾年 這個年次部分 幾年級升 所以第一件事情你需要有這個欄位 如果你沒有這個欄位 你未給樞紐分析表他沒辦法 你想說老師可是我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生日啊 那我把生日丟給他可不可以 很抱歉 不行 因為生日裡面的話 他基本上包含了三個資料 一個是年一個月一個日 所組合才是一個日期 那問題我如果只要什麼 年的部分的話 OK 那你就 沒有辦法說 只單單樞紐分析表他沒那麼聰明 甚至是POWER BI也是一樣 POWER BI有點像你可以把它視為 就是這個進階版的樞紐分析表 OK 一樣你必須要先把資料正規化之後 才能夠位給他 他才會接受 所以怎麼辦 所以第一件事 如果沒有那個欄位 你就把它變出來 那怎麼變 第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請你在I這一欄 先給他一個欄位名稱 假如說你要做哪個報表 沒那個欄位怎麼辦 你就把它變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可以多一個欄位 叫年次好了 不過這個年次比較特殊 因為年次是我們這邊用 一般的話 當然也許叫什麼 80後90後 可是問題 因為我們這個生日是民國年 那所以 假如說你老闆是希望統計這樣的話 當然是必你就這樣做 OK 第一個 我們把它格式 這個格式把它複製格式 丟過來 年次這個 好多了一個欄位了 那可是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我要怎麼樣把這邊切割過來 剛剛特別注意喔 這邊是合併過來 這邊又是把它分割 所以你會發現 用Excel裡面最常遇到的 就是資料的分分合合 有沒有 不外乎就是 幾欄變成一欄 或者是 一欄變成 一個欄會切割成三欄 有沒有 可能年月日會分開來 所以常遇到 甚至之前同學 有興趣的 像分割工作表 或分割 工作簿 其實道理都差不多 反正資料的 分分合 如果你可以 解決這些問題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 工作起來還蠻 還蠻愉快的 OK 所以 我們 第一個要怎麼樣把 這個 的年次 部分 搬過來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勢必就是想到什麼 如果我剛好生日的前兩碼 不就是生日 這個 70 如果要把70 搬過來的話 那你第一個想到說 老師這裡面不是有一個 那個文字函數嗎 插入函數裡面不是有個Labs 對不對 Labs什麼 從左邊算過來 按確定 那資料在這裡 70 然後你想說我要兩個字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就不一樣了 那你兩個字 按確定 向下填滿 這邊是70為什麼這邊被29 有沒有 這邊66為什麼這邊被28 道理跟各位講 因為 按右鍵除了格式 他 這一個格式制定一下 他其實公式在這裡 其實他裡面背後 如果你把他打回原型的話 他其實是 應該是長這樣 298 46 可是你想說那為什麼老師剛剛看到是70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經過什麼 經過格式化 的結果 格式化 那公式在哪裡 公式就在這一串 那這一串當然 裡面的意思是怎麼樣 讓你有興趣的話 自己在 了解一下 我們重點是說 因為 他原始資料 經過了這一串之後 他才會變成 這樣的結果 可是呢 如果 就我剛剛講的 如果我要能夠真的取到 70 這個 資料的話 第一件事情 那我就把什麼 表面上看到的 真正變成 什麼 就是 我們實際上的這個結果 有沒有 所以如果說我要真正變成那樣子的話 就跟剛剛 類似的做法 一 請你先按滑鼠右鍵 把這個地方 格式切到制定 把這一串公式 複製起來 那至於裡面是什麼 你先不用管 你 先不用知道那麼多 複製起來就對了 取消 2的話 我們就這個 先把它刪掉 2的話呢 我就什麼 插入環數用剛剛那個 Test 最近使用過 Test 然後呢 把這個資料 帶過來 FormateTest 剛剛做什麼 先雙引號 然後我直接就把剛剛那個 複製那一串公式貼過來就好了 那這個時候會得到的結果什麼 他就真正會把 你的格式 有沒有 這個是看起來 這個是真正變成 你現在看起來 也就真正變成 70 斜線9 斜線17 的這一串文字 那你再用Labs切割的話 就成功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以後如果 我發現蠻多同學問的問題都是類似像這樣 老師為什麼我明明看到是那樣子 那我要切 為什麼我怎麼切 我都切不到我要的東西 我說你有沒有學過Test 說沒有 你把Test了解一下 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OK 那其實喔你可以把它有點像簡單化 公式 1 所以以後你要做的話 不然你忘記沒關係 1 按滑鼠右鍵 2 儲存格式 把它切到制定 把這一串公式複製就OK了 反正第一 你就 閉著眼睛做也可以啦 你先別忘了沒關係 你就先做 以後如果你遇到這個問題 2的話呢 再插入那個Test函數 然後把這個資料 這個是資料 格式記得喔 一定要前後加雙引號把它貼到 雙引號裡面 按個確定 這樣他就真正變成 實際上你看到的 裡面的這一串 但是我要的只要70怎麼辦 很簡單 請你把 這一串公式外面呢 再包一個Labs就可以了 或者你可以把它剪下來 再插入那個Labs Test的函數 把剛剛的這個公式貼到他的Test 這個地方 然後把它輸入2就可以了 就多一個步驟 就是用Test 先把它用Test先過濾 OK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就不會有錯了 OK 但是 這個地方跟各位講一下 你們有沒有發現 對齊的部分 我一直強調 他現在是靠 左還靠右 靠左是文字還數字 文字喔 特別注意喔 可是以後如果你要用樞紐分析表的時候 如果你會需要做計算的話 你不能給他文字 否則他無法計算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 這個文字轉成 數字的話 那可以做什麼 剛剛有用過嘛 就是在這邊再加一個什麼 加個Value就好了 他就靠右對齊 所以喔 假設啦 這個地方我要做 統計 因為等一下我希望 5年級生一個group 6年級生一個group 7年級生一個group 那會經過計算 因為是數字 文字沒辦法group OK 那你就變成 你需要在這個 外面再加個Value 這邊有了 Value 然後前刮鬥 再補一個後刮鬥 打個勾 有沒有發現 他就靠右對齊了 為什麼要一直強調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錯 對跟錯就在這個細節裡面 如果你假如有注意到這個細節 那你做出來結果就不容易做錯了 OK 然後把他向下填滿 這樣子就全部 變成我們要的黏刺 OK 那再來的話我怎麼統計 其實就簡單的 你就在這個 裡面 做插入樞紐分析表的動作 可是跟各位講喔 樞紐分析表 我剛剛講過一定要正規化的資料 第一個呢你如果要統計的資料 是這個欄 你必須要這個欄 第二個的話呢 正規化就是上面不應該有的東西也不能出現 也就是如果你上面多這兩列 你插入樞紐分析它就出錯了 因為他看不懂 奇怪你上面怎麼多一些怪怪的東西 所以怎麼辦呢 你如果插入樞紐分析表 請你把這兩欄 這兩列 橫向列 把它刪除掉 然後呢 游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任何一個儲存格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他會幫你找到這個範圍對不對 應該理論上是正確啦 就是 這個 工作表的 A1到 應該是 I的101按確定 那你只要把什麼 把年次拖拉到列 年次再拖拉到值 因為我只要統計年次而已啦 其他都沒有用到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會 幫你把它統計出來了 不過呢 我們主要是 不過你會發現 這邊為什麼 不對啊 這怎麼是合計 所以你記得他在這邊 再把它 點一下這個 這個 值的部分這邊有個箭頭 點一下 值的欄位設定 因為我不是要加總 而是要計數 計算 每個年次 總共幾個人 不是 把他們數字加強 所以按確定的計數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58年是一個 然後呢 最多的好像是 69年次的10個 71年次的14個 可是你想說 老師我現在如果畫表 柱狀圖會一大堆呀 那如果我希望 五年級 六年級 七年 可以分開來的話 那怎麼做 其實最後 你可以把這個按右鍵 在年次的這個上方按右鍵 這邊有個什麼 組成群組有沒有 那群組的話就是 每10個當成一個 間距值就10 從50開始 到79 按個確定 你會發現 他就幫你把 五年級生的 放在一起 六年級生放一起 七年級放一起 有沒有 那Total就是100 OK 如果說你家 假如你要畫成圖的話 非常簡單 樞紐分析表 可以結合樞紐分析圖 點一下 那你看要直條圖好了 我按直條按確定 馬上就出現了 甚至你可以把上面標題改一下 看這個要不要改 顏色要不要改 如果不改的話呢 你就可以馬上看出來了 有沒有 甚至啊 當然理論上如果看 整體比例的話 應該是畫那個什麼 畫這個 這個圓形圖可能會更恰當 比例嘛 這個有沒有 按確定 一看 哪個多 這個最多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 最多的拉出來 這個 這個部分 甚至上面可以再加一些標籤 我想 我想 我們先做到這裡好了 我再把重點維歸 因為這個 輸紐分析有些同學可能不是那麼熟悉 一 記得喔 先把什麼 把這邊先用Test 記得把這個格式貼 拿過來 然後在Labs 最後Value 並且把上面兩列刪除 然後呢 再插入 樞紐分析表 OK 試試看好了 我抱歉一下講太多 他可能 一下子沒辦法記那麼多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這其實還蠻好用的啦 我覺得就是以後你只要掌握一些比較重要的關鍵 這些工具呢 都會 很快的幫你把事情快速完成 那當然呢 如果你這些都重複性很高的話 甚至你可以把它用錄製聚集 結合VBA 就可以全部寫成 一段的 程式 他就可以自動按一下 自動就幫你把報表跑出來了 OK 那這樣的話你就不需要說每次 都還要在 頭髮鏈上再一次 OK 試試看喔 好嗎 對嗎